山西的古名居房屋基本上都是单坡顶 这样做可以让雨水流进自己的院子里 据说是肥水不外流的风俗 在这些古名居里经常会看到一口大水缸 北方人视水为财 这个大缸也叫门海 有句话说门前有大海 财源滚滚来 有的人家会在水缸里养几颗莲花 养几条鲸鱼叫连年有余 山西的气候干旱少雨 古代的房屋木结构又特别的多一些 如果房子失火 院子里放水缸可以就近取水灭火 所以这些水缸主要是为了消防灭火用的 我觉得上这个屋子这个院子的东西都是古董 水缸上雕刻的炉 这是个三枣炉 有蝙蝠有龙 这是龙 这是个什么兽啊 这是一个 蝙蝠蝠蝴蝶 中间是个鹿 好像是 水缸没有条鱼 冒蝶 中间是猫 冒蝶 冒蝶 80岁老人 这边是龙 这边是龙 这边是蝙蝠蝙蝠蝶蝶蝶蝙蝠蝙蝠蝠 蝶蝠就是冒蝶蝙蝠的意思 对 就是蝠 这个是多子多福 是不是多子多福 而且它还有提计 我看这提计 古人 看 古人 什么 核 有故 提计了 咱在景区里建的好像都是光的 好像没有这些东西 对 有提计的门海 门前有大海 财源滚滚来 其实它也是一个消防用的 这是一个古石 对 古人会 什么什么 看看 何有 自行情 然后一又 什么什么 山 阴 什么什么 阴有 阴有 什么人 这些钢很少有 一般都没有提计 没有提计 这个钢就有提计 古人 但有 阴又 阴 好了 不认识 大姐给你们摘个枣 这是纯天然的枣 这真的是无公汉 都是无公汉的枣 好了 我是三极油 谢谢大家的点赞观众 再见 君 rip 祝你 这 Mimi 明天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